大丁香律師呢 這個月呢 不是說這個月 這陣子要養什麼肥 因為現在是小果池嘛 但是吃起來就是酸酸 喔 現在大丁香喔 大丁香在 這個品種在臺灣就是你要想辦法讓它刁割 開花的時候 所以這我們 含乃姬是差不多 這很重要這個地方 環境就是要讓它刁割 刁割之後 不能讓它刁割 因為大丁香雖然有脂 但是 它算是脂比較小的種 比較我們說的焦和 好像說要變成酒 這種 那一顆 五顆兩顆很大顆 這個品種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所以呢 如果是曬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這個 沙西多噴一次到兩次 開花的時候噴 因為那個 如果是的酒 蠻的都比較厚 所以你可能要噴一兩次 噴一兩次 先噴好洗 噴好洗的意思就是說 先讓它不要先刁割 割如果不刁 後面都不用說 割如果不刁 後面都不用說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是一個我們要去做 最應該要去做的這個工作 那麼 接下來 再來 在後面 如果是都丟材了 大分水 燒分水 刷 這個殺極多 天然細胞分類素 這種東西 那麼都有刁割了 這一半兩半 都刁割了 都舒適舒適了 所以去後面 更要做的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在做這個東西 你可以先刷蓋蓋蓋蓋 補一次的蓋 補兩次的蓋 這些東西都把它做得好洗 來你就比較不會變 因為在漏後的時候 那些孩子有時候 水分殼料 搭關鍋不好洗 這個花抓開就抓開 所以給朋友呢 在這方面來說 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那麼 等到這個大分水 燒分水刷 需要加 肥料加劑 要做什麼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用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不用急 不用 給肥料不要太熱 這對內積來說 不用太熱肥 如果熱肥一般 剛開始 因為你大宅 有的人會說 你就倒倒四十三 這不意見 但是我還有更好的建議 叫你倒五盒 我還是覺得五號還是比較恰當 讓小花抓一個沒什麼要緊 那麼 如果你說 怕太洪漲 還是怎樣 其實內積 這方面倒是比較不用怕 地費都沒有條 一般來說 有什麼問題 因為電視不要太熱 你讓它 釣得比較窄 要被比較熱 這是這種 處理方式 這給我們好朋友呢 先做一個參考